大家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S4話 巨獸 說到這個巨獸應該是 軍軍屬狂巢裡面的那個巨獸 這個距離非常巨大 而且搭在那個 搭在那個系統 所以挺厲害的 我們看一下 這邊你們看到了 出來了 終界機 現在就是 這一方的巨獸 今天是狂窄裡面的巨獸 強龍 那強龍的話 我們還是回去吧 然後這兩家也回去 回去吧 然後我們太久了 我們買就夠了 因為是他們這一方的勢力 好,可以了 我們應該可以快看到那個機體了 這些雜兵打完之後應該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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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我剛才打到那個是BOSS 現在計算出來了 那是什麼 那是所有的AS 大型AS兵器 不會長那麼大 不會長那麼大 他這個就是過大 然後他搭在那個 那個氣動 那個系統 所以他那個 機體不會崩潰啊 他 以為這個機體過巨大 機體過重 他那個不能正常運行 所以必須要 要那個系統才可以 他現在還有防護罩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戰鬥畫面 啊 終界跟他 進行戰鬥 在電影 電視裡面應該是 那個 這個防護罩 還是防住了啊 他也有 對吧 那種攻擊 對我的巨獸沒有 巨獸上有護盾存在 就給你們 是不是選出是我 然後我們看來 好像一點效果都沒有啊 怎麼回事 就先撞到了一層 看不見的牆上啊 難道這台機體盒 那時候的納椒啊 他說 這個假的他說的 那句話就是那個 九龍 乘坐的那個 柯達耶 那時候用那個 魔神凱撒 對他也 無效啊 我們看到啊 這個驅動 就是上下所說的那個 那個 那個戰必 驅動的機能 能夠無限制 必使用 那他無效的話 該怎麼辦 好 我能再一次 使用那一招 就是有時候 出其不意的攻擊啊 讓 這個駕駛員 沒辦法集中精神 可以 突破他 他就沒有 辦法 欸 就憑你那種 攻擊根本無效啊 雖然 貫穿了但是沒效果 呵呵 剛才誰打了 但是平 平常的攻擊 不可能辦到 攻擊 就他弱點 冷卻裝飾 那個 縫細縫啊 好 這隻好像是灌裝了 終界把他灌穿了 是 是 把他那個 細縫啊 就是冷卻裝飾啊 把他破壞掉 他就不能運行 這什麼防疫 真的是 重新開始攻擊 拿那個防護罩 好笑 終界又會罵你 哇 這把技卷 快點死掉喔 我的天 現在是閃彈槍啊 閃彈槍啊 閃彈槍好像也沒什麼用 閃彈槍啊 這個是副BOSS 這家伙也在這裡 好笑 可是這個傭兵也 感覺挺厲害的 還不死 還不死 看來給他自研一下 好像終界又死掉了 我使用閃閃 現在就安全了 入口你怎麼打 打不到 一擊脫離佳衣 有沒有看到他裝甲 本身就很高 1700啊 兵重力也不錯啊 這張我其實是不算是可以 派刀 這個才是正中的 呵呵 如果這個甲 再給他裝得一下 那個防護罩的立場 那是真正的無敵 我可以看嗎 裝哥的甲林寶 啊武器就這兩個啊 他有強五三七七 還行 再多打幾下 他打我們的這個天色雷 趙燕不會受傷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打的那個葉 葉呢 八卦中的那個葉 使用他的節奏 哇 這個都閃得過 我們這個赤田連接系統 廣物罩 炸雲不會受傷 我們這兩家機體的顏色都是紅色 我剛九龍這一下猛毒了 那更更深紅 這才是真正的boss 這個激光炮 我們在電視裡面看 這個boss 稍微有點會受傷 他應該有那個抵力 這個 再喝一劑 只能逆死 亂槍射死 應該死掉了 有必殺 有必殺 硬衝比一下 找到可以主角用嗎 夾來跑 哇 這些雜邊還很多 哇 超電池這樣合體攻擊 非常經典 偏弓箭 其實這是非常早期的一些 剛好可以有一些激戰 所以這種我也不怎麼說 一般都不會去管他 但是他既然參戰了 看一看吧 他好像是直接穿 穿透他 然後直接把他撞過去 不是啦 是V字長 就這樣子 一個V字形 然後再把他撞過去 哇 特別厲害 超級大爆炸 一次兩萬多 成功了 成功了 這樣子沒問題 怎麼可能啊 不過還是被攻擊啦 把我龍九龍下來 開殺吧 天聖雷馬也可以殺 那其他兩隻 那就沒了 沒了 就不會去管他 這些快速去免 剛才九龍吸的 一擊脫離 打Boss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吸的技能 有時候會能力加上增加 像剛才增加5點命中力 不一定 哎 他要跑去哪裡 這些 跑跑了嗎 好 我們直接要殺掉Boss 這些就沒了 哎 輕鬆解決了 打到記憶體 那誰呢 打你改吧 速度 其實應該給這個 多倫給改一下 看這個 待會打那個東方不敗的時候 也是特別經典 好 我們下一期接著繼續 是